女孩一觉醒来 发现旁边躺了个陌生男人 男人还甜不知耻地朝他额头就是一吻 他用尽全身力气将男人推下床 没想到男人伸了个懒腰 又蹦回了床上 屁股一掘 把女孩挤到床下 女孩扒拉着床颜挣扎着想要爬起来 双腿却没有力气 原来女孩名叫叶子 父母双亡 下肢患有残疾 在床上已经躺了十年 这十年来遭受了各种虐待 村里的摇滚青年把他这当成练习室 肆无忌惮地在房间里敲锣打鼓 影响他休息 甚至还爬上他的床 说一些肉麻的情话 临走时 还要给他临别一吻 比个心心 叶子满脸嫌弃 一把将脸上的口水擦掉 这时 专门负责照顾他的护工阿英推门而入 表面上以姐姐自称 细心照顾叶子 但是背地没人的时候 他就原形毕露 把音乐放到最大声 在房间里蹦迪 拿着剪刀在叶子面前挥舞 还声称 自己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叶子的脸皮扒下来 简直是狠毒至极 而叶子却只能默默忍受这一切 渐渐习以为常 阿英的上司也常常假借看望之明 对叶子行龌龊之事 趁着给叶子按摩